Computex 新創展區 這次參與的團隊 跟過去相比是成長的四成規模 再創新高 而第一站 我們來到了智慧結帳系統 可以看到如果記者拿了泡麵 還有餅乾呢 以及巧克力的話 那套系統都可以非常快速辨識出 買了哪些商品 0.05秒內 就能迅速辨識客人買了 什麼商品看中未來無人商店的趨勢 新創公司採用機器視覺的方式 用不同緯度分析產品 讓消費者只需要將選購好的商品 放到結帳區域 系統馬上能算好總價格 透過這樣的結帳台 就能夠快速的結帳 省去你排隊的辛苦 收集了非常多的 超過一百萬種的商品的 這一個圖資 這個不錯 鳴聲響起 不用直接拿起手機 按一下戒指 就能直接接聽電話 新創公司創意無限 看好穿戴式市場 推出穿戴式戒指 讓使用者在運動開會 都能輕鬆接聽每一個訊息 它就可以用一個技術叫鼓傳導 可以把聲音變成一種震動 經過你的食指 然後直接可以傳進去你的耳朵 只有你一個人可以聽得到 不只在名稱消費有亮點 醫療產業也有全新突破 可以看到展區上的大眼球 按下按鈕後 眼球縮短 象徵 近視減輕 新創公司研發出眼鏡族的救星藥水 點下去後 可以讓眼球恢復到正常的距離 動物實驗階段效果極佳 下一步進到人體實驗 從動物實驗來看的話 我們大概顯著可以降到 80到90%的近視 都可以把它降到很低 但是我們期望是讓 以後可以讓眼鏡族都不要戴眼鏡 Computex新創特展 從物聯網人工智慧 到健康與生物科技驚喜無限 科技大躍進 就是要讓民眾的生活能越來越便利 三季十文 許志雄 林茂山 台北一相報到